男童接著滑板車一路沿著馬路逆向 接著兩隻腳鄧雅頓就直接穿越斑馬線 但幾秒後一輛轎車迎面而來 當場撞上男童 首先男童似乎只被擦撞 哭著跑向路旁 這是後方的男子 疑似就是男童的家人 竟然不疾不許的先撿起滑板車 再到路旁安慰遭撞的男童 整個畫面都被民眾的行車記錄期拍下 事發就在北市南港中心路 當時疑似是因為赤線死角 男童的身高較矮的緣故 才會導致意外發生 而下去警方表示 目前沒有接貨報案 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待警方釐清